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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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們就是 算是這一個計畫的第一個小活動 因為我們這算是一個比較溫血的小活動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有謝老師可能覺得 場地有點擁擠 我們下次我們等比較大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包一個比較大的場地 我們在7月的時候應該計畫會有一個 蠻大型的成果發表會 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比較熱鬧一點 那今天我先 可能先就這個計畫主要的內涵 來跟各位市長 介紹一下還有我們能提供 什麼樣的服務還有為什麼我們要推動 這一個那首先從這個計畫 來講大家應該會覺得有點 有點就是特別 這個講題就是 把他拿下來 第一個是資訊科技 然後第二個是所謂素養 我們這兩個其實 有些市長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資訊科技它要變成素養 就憑什麼 那事實上 我們就分兩個點來看 可以有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現在很多 年輕這一代他們學習的方法 跟表達意見的方法 那還有他們討論的方法 都跟我們以前都不太一樣 他們現在與其去 直接去交互處找一個 組員問問題 他們寧願在D卡上匿名 丟一個抱怨 那這樣變成我們如果要適應它 我們就變成說我們要 要因應這個我們要去找一些 D卡上找一些資料 看看有沒有人在抱怨 然後再回應 那現在年輕人比較偏好社群的方式 那所以這可以看到我們這時代 已經有在變 那而且呢 其實最近這幾年也是變得非常快 尤其是108課綱之後這一代 那我們也發現我們很多舊有的課程 還是用舊有的方法在教 我們很多老師其實 我們其實都很習慣自己的那個 舒適的教法這樣 但是會慢慢的發現同學的注意力不太一樣 就是專注度開始不夠 然後學習成效開始降低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很多學校會面臨少子化的衝擊 我們要怎麼樣讓學生覺得來這邊 他可以學到他要的 那無論怎麼樣這整個背景 都是在一個數位時代 那無論我是什麼科系 尤其就算我不是資訊系 我或多或少也必須帶入一點資訊的內涵 到我的專業裡面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108課綱之後 所必須關注的主題 那事實上各位師長 如果您有在學校有些是行政的先進 就負責行政 您應該會有負責去撰寫那個高教生根第二期的計畫書 最近剛快要出去 你會發現它前兩個KPI都是跟跨領域 尤其是第一個KPI 一之一的部分 是跟那個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相關 它是指資訊科技素養與人文素養 這兩個是被並列是一樣重要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這整個計畫的背景 我們最主要是配合高教生根的第二期的一個 算是一個賠利計畫 那我們執行的方式呢 大概就是我們會有一些延期的報告 然後會提供教材 就是我們可能 教材就是給各位師長參考 或是有些可以斟酌使用 並不是強迫 那另外就是我們會辦很多交流會 讓各位師長來交換彼此各校的經驗 還有各校我們可能會走訪全國各校 然後就是把比較覺得比較特別的做法 可以給全國市長來做一個參考 那我們可以發現就是我們除了 在現在的這個數位時代 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在網路上做之外 然後我們有很多東西也需要 資訊科技的一些基本能力 例如說我們會用資訊科技去驗證我們的想法 我們用資訊科技去發現我們還沒注意到的現象 我們會用資訊科技去解決社會問題 或者甚至於去做我們想法的表達 例如說科技藝術等等 那這個都是下一代的孩子們 他們會需要用到的資訊科技 也就是跟他們的生活其實已經密切相關 那我們在題目的第二個段是叫素養 然後我相信很多老師應該跟我差不多 就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素養都有點不太開心 因為覺得這個名詞基本上是 我們在從這兩個字面上是很難去定義它 那事實上它在這個教育界也是有一些爭議 但是也會有一些定義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在這個課綱裡面 對它有一些明確的定義各位師長可以參考 最主要就是它認為我們要我們人為了應應我們平常生活 以及一些未來的挑戰 生活就是代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所需要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發現 我們平常在做教學 不然我們就是教導 比如說以程式設計來講 我們教它程式設計的知識 我們教它怎麼用程式設計的工具 但是我們通常比較缺乏情意這一塊 也就是說它學會了這些知識跟技能之後 怎麼用在日常生活中 怎麼在日常生活中跟別人互動 怎麼在日常生活中融入這個社會 這個是我們目前比較缺的一塊 也就是我們未來會想要積極的去講 我們就不要說只是完全灌輸專業知識 我們必須從整個素養角度去看 那這也可以解決 也不是解決 就是去應對我們目前社會上出現的部分問題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如果太強調技能與知識 甚至於利益金錢的結果 就整個社會會比較充滿 比較沒有那麼友善 那大家心理方面的疾病 當然也會比較容易顯現出來 好 那麼既然要這樣做 我們就必須有些手段 那所以在這一期計畫裡面 其實教育部的長官們 就是希望我們借把通識教育 來作為一個它的推動管道 那事實上在我們前期主要的 我們現在團隊主要核心 在前期主要是plus的成員 就是有些市長可能是老朋友 可能都有來參加過活動 就是推動大學城市設計教學的計畫 那在這個計畫推動過裡面 我們其實也發現很多學校 都是藉由通識教育去推動普及的城市教育素養 那麼如果就通識教育的本質來講 它是蠻著重人自己的主體性 怎麼樣讓它跟它的環境去互動 然後但是又不受限於環境 所以比起專業的知識 它是比較著重於你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要怎麼用你的城市或是資訊科技知識 那這個是我們會覺得未來應該 對於非資訊科系的人來講 他學習資訊科技或甚至於城市設計的意義 應該會在這裡 那這裡面是有一些學問需要講 尤其是在這個我們所謂的比較情意的部分 尤其是怎麼樣共好 怎麼跟別人合作 怎麼探索 其實寫程式可以了解自己的 更了解自我 那這部分我們待會兒會有一些時間 我們大概會有十分鐘的時間 就是給樂會老師來幫我們開悟一下 開始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已經有老師開始在做 那這方面也是蠻有趣的 看一下 好 那麼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就是最新一期 就是我們所謂的教育部提升大學 通識教育的中程計畫 我們其實整個 資訊科技數量計畫 其實是附著在上面的分項室 那從這邊也可以看到整個 就是 教育部它的規劃的一個企圖心 你可以發現整個通識教育的推動 那其中三分之一 它的資源是投在資訊科技的素養 它特別把它拉出來做 那它會有它背後的意義 那麼在這樣的新的一個通識教育裡面 它其實我們是試著要重新定位 為什麼要重新定位 一方面是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時代已經跟十年前差很多 現在的同學跟以前也不一樣 現在工具傳播媒體全部都不一樣 現在國際情勢也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重新來檢視 我們未來的公民會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 基本上我們都是去探索一個 我們這個蟲有時候也叫重 所以它這個有時候是多蟲的面向 有時候也代表它是很重要 那麼我們有四個面向去看它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各個學校 其實都是 就是講說穿的這四個都著重一個 就是我們如何去適應 適應什麼呢 適應各個學校自己的各自的挑戰與定位 就不會說有一個標準的 一定要這樣做或那樣做 就是大家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再來就是我們怎麼樣去適應 108課剛出來的學生 所以重關係 所以我們要適應所以我們要了解 要適應之前要先了解 再來就是我們怎麼樣適應 要以學生的需求為導向 因為未來學生是會越來越少 那大家會有招生壓力 那我們怎樣社區出好的通識 可能能夠讓他們喜歡 而且能夠讓他們真的有學到東西 那最後我們怎麼樣適應新的教法 未來同學學習的方式不會 我們用lecture的方式很難去吸引他們 那未來要怎麼樣用新的方式 去引領他們來做學習 所以這四個方面其實都是蠻大的變革 尤其是對目前的老師來講 很多大學或中學老師都是一個變革 我們可以發現現在慢慢的 我們其實在暑假跟高中 資訊學的中心的老師做很多交流 我們會發現很多國高中的老師 他們的教法已經變了 但是大學的很多老師其實 有一些已經蠻好的 但是有一些好像也都還用原來的方式 那我們慢慢的就會感受到這個 需要去檢討的壓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這個計畫組織交流 我們就今天因為是分項事辦的活動 我們主要著重於我們的分項的介紹 大家可以發現我們整個是大概 佔三分之一左右的版面 然後我們這個下面其實分兩個 我們其實總共有四個議題 那兩個分項各負責兩個議題 那我們待會會介紹這個相關的負責老師 給各位師長認識一下 那我自己是負責這個分項室這邊 那我們的leader是政大學的李蔡燕校長 然後還有中正大學的黃老師 然後還有曾院長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可能主要介紹一下 我們分項室的部分 那協同主持人是江玉慧老師 剛剛已經介紹過 那接下來我想說 介紹一下我們分項室之一 就是他著重於多元運算思維 以及量化分析素養的分項 我們是由馮甲大學的薛念玲老師 就大家認識一下就好 然後還有嘉義大學的林楚黎老師 謝謝 那兩位老師都是 就是在教學方面非常卓越 而且都有得過很多獎項 所以被我們挖腳了 來這個計畫 那再來就是 再來分項室之二部分 著重於軟體的創作 以及這個運算表達與理解 那我們今天有來兩位老師 第一個是計畫主持人馬尚冰老師 海洋大學 謝謝 然後再來是馮甲大學 職工系陳熙明老師 謝謝 那中央大學的中央運老師 今天因為剛好有事情沒有辦法過來 那這就大概是我們的 就是未來在這個素養的一些活動裡面 老師們應該會蠻常出現的 所以想說先介紹一下 那麼我們講完了目標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之後 我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未來可能 部裡面會推動的方向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背景 也就是說第一個背景就是 我們是從哪裡來 其實我們的前身是從這個 有些市長可能已經有來參加過我們的活動 就是107到11年有4年的 這個教育部推動代表城市設計 那事實上這個是配合高教生跟第一期 它的唯一的量化KPI就是 休息城市設計的學生要到50%以上 那姑且不論它到底是不是對的 但是經過這個計畫的推動 我們已經計畫是把學生 從這個百分之十幾的休課率 然後提升到到102大概全國的平均 大概百分之70 所以其實是有一定的成長 那這個是平均 這個我們還是有一部分的學校 是比較有困難的 那另外呢在學生的休息人次 不好意思這應該寫人次 那也有兩倍的成長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現在同學對於休息城市設計 還是有蠻多是很抗拒 但是慢慢的 其實有大部分的人是覺得 這可能會是有它的必要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部分的背景 就是我們往下看 就是往學生上來的地方 他們所接受的資訊訓練是什麼樣子 首先我們從國中開始看 國中的話大概就是每年會有 他們總共會有六個學分 也就是說每年兩個學分 那第二個就是普通高中 他們這應該是大家最關心 會有兩個學分的資訊科技必修 那大家應該看到這個會有點 如果是大學老師會有點流汗 就是這個兩學分我們要教這些 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台 這個 那當然實務上我們不可能 把這些都教到讓他們都會 那我們也有去 透過高中資訊學學中心 我們有去了解了一下 它背後到底 他們不可能全教 但他們到底著重在哪裡 我們有一些數據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高跟技高 中和高中以及技職體系 他們有些學校 這個就是課綱沒有規定 所以他們有些學校不一定有開 那這造成了一個現象就是說 有些科技大學 他們的學生其實是M型化 那資訊能力是M型化 那根據有些老師的回饋就是說 那個厲害的就飛天蹲地了 那就是也有那種完全都不會 所以就是在 因為這事情主要是因為 我們只有普高有規定要學 那麼如果在普高的這兩學分 他們都教些什麼呢 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 其實你可以發現大部分 超過150間 如果有受訪問的學校裡面 超過150間 他們在32小時裡面 投入超過10小時在程式設計 換句話說 剩下的議題都不到10小時 那這樣來講 你可以發現 目前高中大部分老師的經歷 是投在程式設計的教育 這個是給大家做一個背景 那這裡的資料 我們在剛剛封底的QR Code 都有詳細的資料給大家參考 就是各個面向各教了幾小時 那語言呢 就大家可能會有點驚訝 C++跟Python是大眾 這個是根據目前的資料 那第二個 再來就是說 目前高中他們會教什麼 這個是他的學習表現 大家參考一下 那根據這些學習表現呢 你可以發現 除了運算思維之外 他還有表達情義態度的部分 然後也有創作部分 那這個普遍來講 是我們比較不會注意到 那麼我們在大學面 要怎麼延續它呢 我們就把它匯整成四個 我們覺得在大學面 可以持續推動的一個方向 我們在下一頁有比較明確的 這個四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 這個其實都是從108課綱裡面 我們把它加深還有匯整 然後成為四個重要的主題 前兩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我們就先把前兩個 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個就是運算思維 我們已經推了一陣子 然後第二個是量化分析 就很多老師應該也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主題 那他們分別代表 我們在數位時代裡面 應該有的思考力還有評估 評估的意思就是說 我藉由客觀的資料來判斷 來讓我輔助我做判斷 所以這是一個評估 那後面這兩個呢 就是屬於分向思維的部分 比較負責 這就是各位師長 可能我們平常 比較不會特別去注意 第一個就是 運算表達理解 那這個是在代表 數位時代的溝通力 這指的就是 我們 我們要做一個東西 我們通常不會從頭開始做 我們通常會需要去改別人的程式 或是去 甚至於就算不是程式 我們也要看別人的 就算是Squatch的話 我們也要去看懂別人的邏輯吧 那 就怎麼樣 在數位的時代 去看懂別人的東西 我們現在大部分是著重於寫 但是比較不著重於閱讀的訓練 事實上我們程式馬寫出來 大部分時間是閱讀的 那這部分大部分的師長 可能一開始比較沒有去著重 那我們也發 其實在前一期的後半段 我們也發展蠻多教材 在Adress這一塊 那我們也會分享給各位師長 最後一個就是也是蠻重要 很多同學會想要出來比賽 可是發現他們的東西 只能當作作業 只能跑一次 它不能成為一個系統 即使是一個最簡單的系統 它都不曉得怎麼做 它的東西它覺得它是一個作業 然後不敢出來比賽 所以很多同學就是覺得 我學程式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是真的不能用 因為就作業嘛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告訴它 事實上你藉由一些簡單的工程工具 你真的可以對你日常生活有幫助 那你要會這些你就要懂一些分析啊 你要懂得怎麼板控啊 你要會用一些協作開發的 你用Facebook去Messenger 也可以協作開發 可是你要知道怎麼協作怎麼開發嘛 那最後當然也要有基本的治安觀念 這個是現在大家都應該要有一點治安的理念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可以發現橫向有一個貫穿的 自我察覺與互動共好 待會我把時間交給岳慧老師來說明這一塊 那我們就先不講這個 好 那麼所以最後做個結論 就是我們在未來這兩年到四年之中 我們會以這個數位時代工具所應該具備的資訊素養 來做一個推動的主軸 那我們最主要會基於一些背景 也不是隨便就亂提 那我們希望能夠加深 例如說我們是希望 除了技能之外 我們也要有情意 也要有知識 然後也要思維 然後也希望變廣 例如說 我們是希望能夠真的落地 能夠跟我們的生活 跟未來他們的職業來連結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廣情意的部分 就是這個自我察覺以及互動共好 好 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先下半段交給岳慧老師 而然之外 我們會有很多誰 要接受到採取沒有 這樣也會有很多人 我們要接受到所有的主軸 都是天氣 齊度的